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从事殡葬也十多年的送行者无姓男子,半夜凌晨起床载顾挥谈,一位体认精神,壮胆,静先吸,安毒,在上,结果车内安毒未飘出,被高市宝大迅雷中队查获,起除0.21公克安非他命及吸毒器。 宝大今天表示,迅雷中队警组小队长郑荣斌,警员王俊雄,钟春生等三人,昨深夜巡逻至三民屈平等路巷口,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内有男子在驾驶座上,疑似正在烧烤玻璃球状物品,研盘正在吸食毒品,便立即下车盘查无姓驾驶。 39岁,警方发现他无前科,目前从事殡葬业,当无男打开车门时,远警就目视发现车门把手有一颗玻璃球吸食器,且闻到无男身上有一似毒品味道。 无贤远时口否认吸食毒品,后警员警告之所有犯航军已遭目击,无贤方才坦诚,经附带搜索后在车内音响下至无处,并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重0.21公克,全案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移送高雄的检署。 警方询问无贤为何深夜在车上吸食毒品,他回程因从事殡葬业工作,等一下药,上工,吸一下提神,壮胆来处理大体。 警方听后不以为然,痛斥无贤所从事是一件神圣工作,怎么能使用毒品后再处理大体呢? 因仍有骨灰弹等工具在车上,未免影响丧家权益,让无贤通知同事协助载送。